Hello,大家好,我是Hexit,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指标 是可以直接看到大多数人 包括专家和散户的成本区 我想应该有很多人应该有看过 类似这样的一个东西吧 但是看起来很pro这样 但是你不知道它叫什么名 它到底是如何用的 那么今天我就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吧 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OK,我们就来看到底是怎么用这个 Volume Profile的功能 首先大家就可以去到Pick a Stock 然后去Indicators 然后打Volume 那就可以看到它有两个Volume Profile OK,一个是Fix,一个是Visible 我们先看Visible先 如果你按Visible的 它这里就会显示出来Volume Profile了 那么大家可以值得注意的就是 这一个看到最长最高 它自动也是画一条线给你 OK,如果你在Pick a Stock用的话 那么它的意思呢就是 在这一个价位的时候 它的Volume是最高的 也就是说 在这一个价位的时候 是最多人的成本区 因为它的这个Volume 它不管你是庄家 还是你是商户 它是用Volume来看的 如果在这一个区间 有1亿的成交量 然后在这里只有几百万 那么我们可以做出什么结论 就是在这一个区间的时候 就是大多数人的成本区了 所以这个就是Volume Profile的功能了 所以也就因为 因为我们可以判断出它是别人的成本区 所以它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支撑或者一个阻力 但是我认为啦 你自己画线的一个支撑和阻力 还是会比较准的 可能像这一个区间的话 你给我画出来可能我会画它的阻力线是在这里 OK,因为上到这里就被打下来看到吗 这里又被打下来 然后这里很多上影线全部都是动到这一条 OK,这一天尝试突破可是递回下来 然后当这里真正的突破的时候才来上去 然后最后又跌回下你这个支撑线 然后又再上回去 所以我觉得这个线还是比较有参考价值的 如果你这样画出来的话 可是它这里就显示说更多人的成本区是在这个范围内 还有另外一个刚才我们按的是Visible嘛 给大家看多一次 Volume刚才我们按的是Visible嘛 Visible的意思呢就是 它会从你这个最左边的第一天 到最后一天这个期间所统计出来的成交量 所以在这一个期间最多人的成本价位是在这里 如果我们放更远来看 OK,我们从20年看到现在看到今年最后一天 那么你可以看到更多人的成本区是在这里 那么我们可以放大来看 放到17年 如果你在17年到现在的话 更多人的成本区就变去7块4了 所以这个随着你移去不同的时间段 它就会显示出在那个不同的时间段更加多交易量的一个区域 所以你看如果我们从2022年这里开始看起的话 更多人的成本区是在10块这个周围的 所以大多数有买这个Pcam的人 现在应该都是中套者的 然后Volume Profile它还有另外一个看法就是 你看到这里是不是有很多柱子 但是这一个区域是比较深的 然后这里是比较圈的 那么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个比较深的它代表的就是70%的钱的交易 都是在这个区间里面的 也就是说我们从这里看到这里 70%的钱都是在这个区域里面在交易的 在6月22号这里 跟这里前面的这个区域 它的交易量是比较少的 70%的交易量都是在这个区域里面交易的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它突破了这个区域 或者跌破了这个区域 它的速度就会比较快 为什么这样子说呢 因为70%的人的资金都在这里嘛 那么照理来讲 如果它突破了这个区域 那么是不是代表70%的资金都赚钱了 所以它涨上去的速度就会比较快 那么跌下来的也是 因为70%的资金都是在这个区域 那么跌破了这个区域 那么卖出的压力就会比较大 所以它暴跌的速度也会比较快 但是我也时候在想 大家可以从这里 去按它的setting出来 你们也看到这里有两个主要的setting可以调 一个是24一个是70 它的这个70就是70%的资金 OK 我在想为什么我们不能看这个时间段里面 20%的资金都focus在什么价钱呢 那么如果我们把它调去20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它就变成这两根了 在这个时间段里面 20%的资金都是在这个区域里面交易的 OK看到吗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powerful的information了 然后我们再按回去setting 那么我们调去20了 那么刚才的这个24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有多少个柱子 这里你算起来它会有24个柱子 那么如果你想要看更加仔细一点 你可以调去48个柱子 那么你按下去它就double咯 它的讯息就会更加details一点 那么你改了setting过后 它这里就有一点点变动 因为刚才的柱子比较大个嘛 那么它显示的区间就会比较大 那么现在你把它细化了 它这里也就有稍微这样子移下来一点点 OK就是这个区间 这个就是这个volume profile 可以给你的一些讯息了 其实它也是蛮强大的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指标可以显示给你 大多数的资金都是在什么价位里面购买的 对不对 也不能跟你说 在这个时间段里面 20%的资金都花在哪里了 目前是没有一个指标这样子给你看的 所以这个就是volume profile的能力了 然后另外一个volume profile就是这个fix range 那么fix range是什么呢 就是你click它一下 然后你可以看你想要的阶段而已 比如我们想要看从这个 比如说11月2号的21年到今天 那你就click到今天 那么它就可以给你看在这一个阶段 大多数人的成本区是在哪里 是在 所以更多人的成本区是在这个9块9码半的 然后你也可以再继续看一下 所以你会了这个技巧 你就可以去做你的功课了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top glove 现在是跌到了1块钱左右嘛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跌了那么深 那么大多数人的成本区都是在哪里呢 是不是你就会很好奇嘛 所以这时你就可以用上volume profile 我们可以按了fix range OK 然后我们就点 比如从这个最高点到今天的1块钱 那么看到吗 其实更多人 从当时20年到现在22年 这两年的期间 在这个区域去参与的人是更加多的 所以只是到了最近6月的时候 大家才开始参与进来的 那么如果你是在中间去接它的 那么你的成本就比大多数的人的成本都还要来得高了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在上次这个暴涨的期间哦 如果是从这个20年1月啦 OK我们看20年1月 到它的这个下一个顶点 8月 看到吗 其实top glove 从这个20年的1月 因为我们是20年的3月 才开始爆发covid嘛 然后手套才开始起来 然后就吵到了差不多10月的时候 就是它的高峰了 在这个高峰之前 其实更多人的成本区 是在1块钱而已 这个是已经adjust过它的price了啦 之前是有上到很高嘛 可是它这个是已经adjust过了的 OK 所以他们拉上去 其实很多庄家们 他们都是赚钱的 所以很多庄家们 他们的成本区 其实只是1块钱而已 所以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在这个区间 它的volume是更加多的 所以就代表 他们在这里买的那个量 很多 他们在这里就存股了 他们就已经买好好的 他们的股票准备后尾要拉升了 更多人买入的成本区是在3块钱的 也就是说 它在3块 它起到这里3块4的时候 人家才开始意识到 人家才开始追进来 而下面这里 涨的时候参与的人 其实是并没有那么多的 所以就知道了哦 其实 大多数人的成本区都是在这里 所以从前两年买到现在的 如果它没有卖出的话 基本上都是中套着的 你看这里就很翻译了 从这个21年的11月到现在 大多数人成本区还是在4块钱 为什么呢 我们不要看后悔的话 从这个时间点开始看 因为当时 当它突破4块钱的时候 就很多人追进去 所以这里的volume是很高的 所以这里就显示给你看 其实很多人是套在这里的 所以其实我认为 这个volume profile 它不是你的一个策略吧 它不能帮你做出什么结论 它只是可以给你做参考的一个indicators 所以在这个Inari这里 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功课了 OK 然后我们setting就调回跟刚才一样了 20跟48 在这一年里面 20%的资金 是focus在这一段的 也就是在这里4块钱 看到吗 价钱就是在4块到4块2毛6 就是在它突破4块的时候 很多人就去里面参与了 但是 我们也是不要忽略 这里其他下面80个percent 你可以看到 它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些shape OK我画一下 看到吗 还有这样子的一个shape 它这一个区间 它是很多人参与的 其实在这一个区间 也是很多人参与哦 对不对 这个区间也是很多人参与 下面这里 也是很多人参与 所以我们把它时间放短来看 它就以下来这里嘛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画的那个 它的第二个高峰 对不对 然后等一下还有下一个高峰就在这里 记得啊 我们先把它离掉先 所以我们也看到 在我们看更加近一点的时间段的时候 20%的资金 就是focus在这里了 看到吗 就是这里它在盘整的时候 很多人就进来参与了 然后我们再看更加短的时间段的时候 那么下一个就是它的这里了 对不对 然后在这个阶段也是很多人来参与的 所以我们放大来看 所以我们把它关掉 我们这样子来看 它中间的这个阶段呢 就是参与的量都是比较少的嘛 所以照理来讲 如果它的股价突破了这个阻力的话 那么它上的速度就会比较快了 因为这里的参与量很少 那么他们要拉上去就比较容易拉了 因为很少人的成本在这个区间嘛 所以这里如果它真的是突破了这个范围 从这个2块6到2块6毛半的这个范围 那么它上去的速度 照理来讲就会比较快了 如果它是一个上升趋势的话啦 OK 然后下一个阶段就是 它又要再突破这个3块2的这个区间 OK 3块2到3块3 它突破了过后 它上去的速度也会很快 OK 因为这里的参与量很少 那么它拉上去的力量就不用用这样多 OK 它也不用用这样多钱来去推它 它就可以自动上去了 然后在4块钱 如果它再突破的话 就是在创新稿的 OK 这个就是你如何去把它运用来做你的功课吧 是哦 这样子跟大家讲讲一下 就免费跟大家做consultant了 是不是 讲笑而已啦 所以大家学会了 就可以自己跟自己做功课了咯 最后 Volume Profile这个功能 是新加入这个平台的 但是是必须付费才可以用的 Even though你去到Trading View 你也是必须付费了 你才可以用到这个指标的 但是现在我用的这个平台 Pick a Stock 它有免费给大家试用两个星期 我会把链接放在上面 所以大家就可以用下面的链接 去申请一个Account 可以给大家免费试用两个星期 去看看 去玩玩看 这个平台的所有功能 加上Volume Profile这个功能 如果在这两个星期内你玩够了 你觉得适合你了 才购买也是没关系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先去试用先吧 那今天Volume Profile我们就说到这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